基本上就是先做排序 排完序之后的话呢 记得要自动化 那这个资料就可以自动取得 取得之后的话 你再按照每一区里面之后 放在那应该放的位置上面 不过就是需要的话的功夫会比较多 因为这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172家这个旅馆 你每个要处理的话 其实也蛮花时间的 所以动态有动态的好处 那这边的话 我想各位试着把这边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 那再来就是把它贴过来 不过贴过来呢 在这个JuneWeb里面 再来就是说要做各每一家的旅馆 所以总共会有12家 这边的话必须要产生12个页面 那12个页面 这边的话特别注意就是说 因为刚刚同学有试着加入页面 插入页面的时候特别注意 我们现在已经有个页面 如果你要插入页面的话 特别注意老问题 就是怎么样 插入页面的点 记得一定要在哪里呢 在 你不能说我直接在这个里面 再插入页面 插入页面名称 我叫比如说 秀12区的话 前面都叫秀好了 秀01 02 一直到13按确定 那特别注意 你这样子 他会在页面里面 会有个页面 特别是邮标一定要放在 body的上方 就斜线body的上面这边 会比较安全一点 把它这边的话插入一个页面 那页面名称我叫 比较秀01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多一个页面 那以此类推了 总共12区就12个页面 那分别就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第一个页面的话 就是比如说第一区就是那个万华区的话 那就这边copy一下 台北市万华区的旅馆资料 旅馆好了 OK 然后把这个地方业首加上去 那内容的部分的话 就再把它加上去 不过那这个地方里面的资料 当然你就可以从Excel里面去call 万华区的 万华区把它Ctrl-C 不过Ctrl-C之后 再把它处理一下 处理成这样 那像这样子 恐怕要花一点时间 或者各位可以动动脑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你在Word里面贴上 嗯 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这边开一个新的 新的档 新增一个新的档 OK 那贴上的话 你会发现 那个换行符号 它会有问题 OK 这边的话贴上 那比如说特别说 贴上的时候 你可以用什么 选择性贴上 只有值 刚刚同学好像没有做这一步 哇那处理的功力就很大了 再来的话怎么样呢 做那个项目符号 可是项目符号只要有一个 但是你会发现 项目符号加上去的话 会有个问题 它每一行都会加 所以用什么方式来做 三行给它一个 这个项目符号会比较简单的 其实哦 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Ctrl H 因为它一个换行符号 会有一个项目符号 所以我把这个换行符号怎么样呢 取代成手动分行符号 这边有手动分行符号 把它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后 这个时候如果你做那个项目符号的话 你会发现呢 它就只会有一个 因为它全部整个